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IFU Super频道 我是Mini 现在已经到了夏天最热的一段时间了 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做好了夏天度假旅行的小计划 那今天的主题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几套 我最近特别喜欢的夏季度假穿搭 希望能给大家的度假之旅 增加一些穿搭方面的小灵感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那泳衣是夏日度假一个必不可少的单品 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件呢 其实它不是一件泳衣 今年非常流行的泳衣款式的一件紧身连体衣 虽然它是一个紧身衣 而且就是非常贴身的那种 但是因为它的弹性特别的大 所以穿上以后完全不会有那种很勒的感觉 另外它的这个肩带部分呢是可以调节的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扣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综节来调节肩带的长转 这样子就不会出现那种很勒的情况 除了这个扣呢 其实它这个肩带还有两个扣 一个是前面这个方形的金属环 它这个其实是只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那第三个扣呢就是后边这个金属挂钩 因为它是一个挂钩 所以你可以把它拆卸开来 可以改变你肩带在背后的这个造型 你可以这样子后边交叉来挂 也可以这样子左边挂左边右边挂右边这样子的款式 所以这样子的设计我觉得特别的贴心 就是一件衣服可以穿出两种背部的造型 它这个泳衣下边的这个裤脚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斜的比较厉害的这样的设计 它下边这个边是到你的胯骨以上的 所以你穿上以后会显得腿特别特别的长 但是我觉得这件连体衣它有一点不太好的是 它没有配胸垫 另外它又是一个漏背的款式 所以在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自己要先准备好newbride或者是胸贴 不过因为它的领口呢位置比较高一些 然后所以胸部的部位遮盖的比较多 所以基本上一般的款式的胸贴 其实都可以带都没有问题 那像这种连体衣呢当然你可以在海边单独去穿 另外你也可以给它搭配像短裙啊短裤啊 这些下装来一起穿 这样子的话就会更加日常一些 比如说你在路上或者说去吃饭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套一个下装 那我今天搭配的是这条彩色条纹的一条直筒裤 它款式是比较宽松一些的 它的面料呢特别的轻薄 所以跟度假时候那种休闲的感觉还是挺贴合的 另外它的颜色呢跟这个上衣都是属于棕色系的 所以搭配在一起还是挺舒服的 它有这种白色蓝色的条纹 所以跟这种在海边的这种蓝天白云大海的颜色也很搭配 所以就还挺有度假风的 它这个裤子的布料呢是由很多这种小褶皱组成的 所以会有一些那种丝绒面料的光泽感 穿上以后呢时尚度会提升不少 它的腰部呢还有一个抽绳 所以可以很容易地勾勒出我们的腰线 而且它也是一个高腰的款式 穿上以后就会显得腿比较长一些 另外它的这个裤腿比较宽松 所以可以完美地遮盖我们腿上的一些坠肉 那我的身高是一米六六 然后这条裤子呢我选的是S码的 如果穿平底鞋的话它会脱地 所以我给它配了一个五厘米 大概五厘米的一个高跟鞋这样子穿上的话 就会刚刚好不会脱地 那连衣裙呢是在夏季特别是在度假的时候 出镜率非常高的一件单品 那我现在身上的这件收腰抹胸膝带连衣裙呢 它从前面看是一个款式非常简单的连衣裙 好像我们每个人的衣服里都会有一件类似的连衣裙 但其实你仔细看就会发现 它其实综合了今年非常非常流行的几个重要的元素 一是它的格纹图案 二是它有这样子复古扭扣点缀 三是它的裙脚有这样子侧开叉的这样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它在款式的设计上 其实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那从后面看呢 它是一个全漏背的设计 我们的身材比例 这条裙子的面料呢是比较硬挺的那种材质 可以很好的去修饰我们的身形 另外它的这个胸部的掐线 腰部的内收 以及它胯部的这个弧度呢 都可以很好的修饰我们的身材 虽然这条裙子的价格不贵 但是它的这个布料的材质 还有扭扣的 包括这个绑带的材质 数量都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条裙子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另外我觉得它其实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搭配 可以适合不同的场合 比如说你可以穿一双高跟鞋 然后搭配西装外套或者是衬衫 这样在职场来穿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下班以后呢 你又可以换上一双运动鞋 然后搭配一件短款的宽松的T恤 这样子就可以有那种非常休闲的感觉 那夏日度假必不可少的一件单品 当然就是长裙了 那我身上的这件长裙呢 它不管是从面料到颜色 然后到它的款式 都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首先呢它的面料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度假长裙的那种 纱质或者是棉麻的材质 而是那种丝质感的面料 所以它在不经意的摆动间呢 会出现一些光泽感 增加一些灵动的感觉 另外它的材质特别的轻特别的薄 但是呢就完全不透 所以穿上还是感觉挺安全的 但在光线比较强视角垂直的情况下呢 它的颜色是比较偏向于浅灰色的 光线比较弱视角比较倾斜的时候呢 它的颜色就会呈现 豆沙绿的颜色 白色的锅点搭配这两种颜色其实都非常好看 走动起来呢又会有颜色上的这种动感 所以穿这条裙子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挺特别的一种体验吧 另外在款式上呢我觉得它也是让我特别喜欢的 首先它的这个领子呢是这种微领的设计 然后搭配比较细的肩带和袖口这种荷叶边的设计 就是给人特别的 特别的女性特别柔美的这种感觉 特别是这个袖子 风吹起来的时候就特别的飘逸 我觉得挺好看的 裙摆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设计 它是这种不对称的这种设计 开叉的部分呢是也有这种荷叶边来做装饰的 跟袖子呈现一个上下呼应的这样的效果 它的开叉比较高 一直到这个大腿的位置 就简单的绑一个蝴蝶结就挺好看的 可以跟它的这个裙摆 可以跟它这个荷叶边融为一体 然后呢它的就 当你把它抽紧的时候 它在这个腹部的位置就会形成一些褶皱 也会给这个裙子增加一些新的造型 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挺好看的 所以我觉得在海边度假的时候 有海风吹的情况下 穿这条裙子会更加的好看 非常推荐给大家 用在冷裤在夏季度假的时候 其实是一件特别百搭的单品 而且配合蓝天白云拍照 也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我身上的这条 它在腰部和臀部都收得挺紧的 所以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干练的一个款式 但是它在这个裤脚的部分呢 又是比较宽松的 所以可以帮我们遮盖一下大腿根部的一些坠肉 但呢它的这个后边的兜的位置呢 也是比较靠上一些 基本上是在我们的臀部比较靠上的位置 所以从后边看的时候也会显得我们的腿更加纤长一些 那像这种白色的牛仔短裤呢 其实我还是特别推荐大家在度假的时候一定要戴一条的 因为它的可穿性实在是太高了 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搭配的可能性 比如说可以搭配这样的纯色的吊带衫 也可以搭配衬衣 或者是我刚才介绍的那种连体紧身衣 其实搭配起来都完全没有问题 搭配这种冰淇淋色的这种小上衣 也会特别特别有夏日度假的这种感觉 就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放松 特别的有火力 那除了衣服以外呢 还有一些小单品 我觉得在度假的时候戴也是特别的合适 这种草鞭包它真的很百搭 就是随便你穿什么 只要你拿上这个草鞭包 就会觉得特别有度假的感觉 而且它的这个图案特别可爱 是两个这样的眼睛 我觉得背上以后就是感觉很轻松活力 而且我觉得它很适合旅行戴的另一个原因是 它可以在你打包行李的时候把它折叠起来 直接放进行李箱里也不会占很大的空间 所以特别推荐大家去海边度假的时候戴一个这样的草鞭包 那除了包以外呢 我觉得像墨镜啊 就是大家度假的时候一定会戴的单品 那我比较推荐大家要最好戴一个这样彩色的墨镜 这样呢可以在我们度假拍照的时候增加一些亮点 还有呢就是发带了 今年各个品牌也都出了这样的发带 虽然颜色不一样 那是款式基本差不多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 去选择不同的颜色 那比发带更实用的 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戴一个这样的小丝巾 可以选择彩色条纹的也很百搭 也可以选择颜色比较简单的这些款式 为什么说它实用呢 是因为第一你可以当 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丝巾来用 然后围在脖子上 简单的围一下就可以给我们的造型多一些改变 另外呢也可以把它记在头上当发带来使用 还可以把它绑在包上 给包做一个装饰 就很简单的这样随意记一下 就会很好看了 好了那今天的夏日度假穿搭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我的分享呢 对大家即将开始的度假之旅有所帮助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 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在国内的小伙伴也可以在bilibili找到我们 在微博和公众号我们也会po一些我们的日常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记得关注我们哦 今天因为天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嗓子一直处于比较沙哑的状态 希望大家见谅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